请 请 莫总 这是翟总让我给你的资料 脚怎么了 扭了一下 没什么事我先下班了 等等 如果是工商的话我要负责 莫总 你确实要负责 不过不是对我 希望你能解决好自己的私事 不要连累到别人 你干什么 去医院 不用 过几天就好了 走 喂 芸汐 还在加班呢 没有 脚扭伤了 在医院 怎么受伤了 要不要紧 不要紧 已经处理好了 我忙完了马上去见你 嗯 好 今天谢谢你了 我男朋友来接我 你 也早点回去好好休息吧 我怎么会打到你了 徐总监三番五次地在我面前强调戒鞋 难不成你很心虚 没什么心虚的 实话实说而已 好 徐总监等你男朋友吧 我去吧 刘悠 那就好 你怎么来了 也没提前告诉我 我开会路过 给你带了些点心 当下午茶 对了 这是上阁的莫总 莫总 九阳大名 范芸汐 范芸 久仰久仰 范芸来这里是 忘了介绍了 许清悠 我的未婚妻 原来如此 这么巧啊 我一会儿还要开会 那你先回去吧 那好 下班了我来接你 路上小心 那我先走了 看来许总监 对生活意外的接触度 还蛮高的嘛 生活本来就是由 无数个意外组成的 这不是莫总跟我说的吗 那恭喜许总监 终于得到自己想要的 一个没有意外打扰的生活 我 谢谢莫总 我的事情 就不劳您费心了 悠悠 你怎么在这里 我 我是来 是不是来换我西装的 对了 许总监 下次拍广告 拜托服装不要再出现问题了 好 知道了 谢谢莫总 既然莫总帮了悠悠这么大忙 那我替悠悠谢谢你 不用 工作而已 反而客气 悠悠 咱妈包了猪蹄汤给你 在我车上 我带你去拿 嗯 许总监 刚才心虚什么 没什么 只是不想节外生枝 帮了你这么大的忙 难道不值得说声谢谢吗 谢谢你 不用客气 保守秘密不一直都是 许总监的诉求吗 我希望你说话能够注意一点 注意什么 注意分寸 范芸汐是我男朋友 所以呢 所以我说了 不想要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你觉得我是个麻烦 没错 还是一个大麻烦 那你猜 我会不会给你带去更大的麻烦呢 莫总 工作时间确认为早上九点到中午十二点 最后是访谈 到时候现场会有工作人员做指引 对 我不可能为了这点工作浪费三个小时 没问题 那我控制在两个小时以内 现在就改 好 就在这儿改 好 没问题 没问题 每个环节 精确到分钟 时间一到 我会马上结束 好 好 许总监竟然这么怕麻烦 又何必来找我 工作需要 仅此而已 希望别人也这么觉得 其他人怎么觉得 就不劳烦您费心了 改好了 好 小牧啊 你呢也老大不晓得了 我看啊 也该找个人稳定下来了 高总 我这个人对别人来说 可能是个麻烦 好 不知道莫总 喜欢什么类型的女孩 不爱吃芥末的 徐总监也不爱吃芥末吗 没有啊 来 喝我的 莫总选择女朋友的标准 还挺别致啊 来来来来 干杯 喝 来 来 喝酒 你不会真的以为破镜的仇严吧 这是我自己的事 忘记 范芸汐向我宣誓主权 这就不光是你的事 薛姐悠 这么勉强自己有劲啊 你到底在胡说什么 悠悠 你进去 别不误会 你干什么就疯了 也许吧 可能我是真的疯了 本来我可以冷眼旁观的 但我现在不行了 你继续做一个旁观者不好吗 他如果真的信任你的话 你根本不用这么多多草草 不觉得很可笑吗 下周二之前 我要一份新的草报告 莫总 早 徐总监 早啊 范律师今天又送你过来了 好体贴啊 这么多范律师还天天送你过来 我们是不是很快要吃 你们两个的喜糖了 喂 李总 哦 行 你到门口了是吧 行 行 那我故意接你啊 好好 没问题 恭喜薛总监 谢谢莫总 带ります 接下来 做的事 您原来经卖不得了 您报告 您舍不得了 您不用拨打了 您是困难的 您能拨打了没有 你的界限 不是为了让你受委屈的 谢谢莫总关心 我没受什么委屈 莫总 绿露的事情谢谢你 别人送的 转手就送人 王吉 我有美食不可辜负 来 特别好吃 好好品尝 王吉 我怎么记得你减肥呢 许总监做事总是这样 优柔寡淡 拖泥带水 不觉得累吗 莫总殷勤不定 话里有话 难道不会更累吗 我试试 给你我们一起用 给你拿 对 给你你看 不得我 你不得不可辞 对吧 我不要 我不要 范律师又何必强人所难呢 莫总 难道我们的私事你也要管吗 现在是工作时间 哪有私事 倒是范律你 身为上阁的法律顾问 有责任注重自己的言行 以免影响上阁的声誉 车子不喜欢 可以换 但我们十年的感情 不是能这么轻易撼动的 悠悠 我一定会让你明白 只有我们才是最合适彼此的伴侣 是 莫总 谢谢你帮我结尾 但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会处理 徐总监就是这么处理的 不劳你费心了 好 你干什么 问清楚 问清楚什么 很多事情我已经说过了 那就再说一次 你想听什么 你说你对待我这样的人 不会认真 我是怎么样的人 究竟是你不认真 还是我不认真 我很认真 是你 所以你承认你对我认真了 对 我认真考虑过 莫先生 既然我们从没开始 就到此结束吧 理由呢 我想要安全盘 而你是一个陷阱 我不想再一次犯傻了 徐晴佑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解啊 没有误解 那你为什么说我是陷阱 因为胜负月儿表白 因为战友月儿进攻 你就是这么危险的人 我惹不起 我总躲得起吧 我们还是保持安全距离吧 那你这不是 把我研究得挺透彻的吗 是吗 那我要感谢莫总对我的肯定了 那我要感谢莫总对我的肯定了 喂 好 我知道了 莫总 我还有事情我就先走了 至于保鲜费 我会转给你的 幸好是良性的 幸好是良性的 不过我妈现在还不想动手术 悠悠 要不你帮我劝劝她吧 她就听你的 我 林泽哥哥 你慢点 我腿疼 秦悠姐 范律师 你们来医院干吗呀 哦 我们 不愧是来婚解的吧 不是 我是来陪范阿姨做身体检查的 不好意思啊 情小姐 我听说你们俩在一起都十多年了 我就以为你们好事将近了呢 林小姐 你腿怎么了 这是刚刚跟林泽哥哥约会的时候 不小心踩空了 我这也算是为爱吃的苦吧 是吗 伤筋动骨一百天 那林小姐又好好休息了 你放心吧 林泽哥哥可担心我了 立马就带我来医院了 说过了没 祝你们好事将近啊 我先走了 拜拜 您好 女士 您的妆容已经好了 请您两位在此稍作休息 谢谢 谢谢 齐悠啊 真是麻烦你了 还特意请假跑过来一趟 阿姨 您千万别跟我客气 我也想漂漂亮亮地 跟您合个影呢 是吗 那咱们呢 真是想到一块儿去了 来 那具体细节下次来我公司聊 好的 莫总 我先走了 再见 谢谢 是吧 嗯 那我们先看看 好的 芸汐 你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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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不太好 怎么了 没什么 玉璽啊 要不然 我们拍这个吧 您好 喝点什么 抹茶拿铁 谢谢 好的 徐总监主动约我 什么事 莫总 从您接手了乐密的投资管理 一直都尽心尽力地帮我们 翟总很感激您 乐密的每一次成功 都会算在我的业绩里面 所以不用客气 分内势 悠悠 你看看哪几张照片好 我今天是去 徐总监是想说 陪为婚夫拍照 只是为了帮忙 我 徐总监私底下喜欢做私事案 拼不着事实跟我回报 当断不断 必有其乱 分手这种事最怕拖泥带水 我劝你啊 速战速决 我有苦衷啊 他现在在危机关头 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分了手的前任 都不该存在在手机通讯录里 你放了他爱心不如去做点别的 知道了 知道了 一定要把你的好身材展示出来 在团建上 艳压群放 徐总监要把好身材展示给谁看啊 莫总 这是我的个人私事 应该不用向莫总汇报吧 不要看这 你这也能说自己打得好 不好吗 你干吗 刚才紧张什么 有什么可紧张的 我只是不想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干吗 你还没说清楚呢 还有什么可说的 我只是想要去捡东西 别的事情我没兴趣 东西丢了 我陪你 徐总监刚跟前男友拍完照 现在又来吸引别的男人 这么喜欢光撒网 我不会也是受害者其中之一吧 刚刚方琪给我发的只是玩笑话 我为什么会去拍照 是因为范阿姨马上就要手术了 我尽一个晚辈该尽的义务 有什么可笑的 嘲笑我 我可跟你不一样 分手了就是分手了 分得一干二净 不像你 感情的素食课 你可别忘了你有一整本花名册 而我呢 只是花名册里面 一个假正经的女白领 按照时间管理来讲 我可真是要佩服你 打算是吗 徐总监给我这么多不满 就是因为一部画面册了 莫总的魅力还真大 人家女生都抓到这儿来了 徐总监不也准备释放魅力 吸引别的男人吗 谢谢 不客气